3月21号下午,王女士到绍兴,乔波冰雪世界滑雪,摔了一跤,这一跤摔得有点严重,腿上的两根韧带断了。 王女士在母亲的搀扶之下,小心地下了车,她的左腿被机械固定住,不能用力,只能靠两根拐杖支撑身体。 就是滑雪的时候嘛,然后那个摔伤了,然后导致那个韧带拉伤,断了两条,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不行了,我说我鞋子都穿不进去,然后她也没有管,她就说让我穿着滑下去,滑下去的时候,因为我看见那边有个人,然后我就生怕把那个人撞倒,然后那我就有意识稍微那个编了一下,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嘛,然后就滑倒。 受伤后,王女士在浙大二院住院,动了手术,医院的出院诊断是,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,内侧腹韧带损伤,王女士当时是怎么摔伤的,绍兴乔波冰雪世界,调出了当时的监控录像。 这是王成女士,她控制不住了,然后呢,摔倒的时候膝盖内扣,然后造成韧带拉伤,然后这个女士摔倒的时候,她就是按教练教的,先后座,先两侧摔,就没问题了。 你们怎么摔是有,有交的,有交的,有交的。 监控录像显示,王女士摔倒之后,紧接着另外一位女士也摔倒了,乔波的陈经理认为,另一位摔倒的女士,按照教练教的方法摔倒,所以没有受伤。 我再给你看啊,这是王成女士,她们两个来,到前面第三方那儿去拿了卡,直接就走了,没有任何传达信息。 你属于是第三方没交代她们是吗? 对,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安全运行,没有告她。 对,刚刚这是她们两个人。 那她们第三方活动的组织者,把人交到你这里面,这应该由你负责啊? 没有,就是前台我们会传达很重要的一些安全信息,那她有没有把这个安全信息传达给这个顾客? 那你们有没有再跟顾客传达一些? 我们到楼下教学书都讲了,都交了。 交过了是吗? 对,都交了。 就是已经传达大位了? 对,包括怎么摔倒? 包括就是如何的正确摔倒,怎么样减速刹车,我们都交。 原来,当天的滑雪活动是一家房产公司组织的,对方为了笼络潜在的购房者,就买了乔波冰雪世界的门票送给异象客户,不过王女士认为,冰雪世界在教练教学和设施方面都有待改进。 应该首先应该讲一下嘛,滑雪高危运动啊,应该注意事项怎么样,就是很草率的讲了一下,而且就是戴呼吸的时候,就是呼吸没有啊,就是相应的穿鞋子啊, 什么这些,我觉得都是他们有待需要相应的整改。 冰雪世界的陈经理介绍,呼吸是顾客可以自行选择戴或者不戴的。 王女士认为,自己是第一次滑雪,教练并没有提醒自己戴呼吸,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问题。 医疗费已经28000多了,然后后续因为还要打两个针,是12000,他还有一根筋是在保守治疗,如果能恢复好,那反正就是,就这样养着,如果恢复不好是可能还要开第二次手术。 第三方来办的门票,第三方我们已经把安全意识传达给第三方了,但是第三方有没有对他传达安全事务,这是一个问题。 第二,就是现在你比如说花了43万多块钱,对啊,2万多块钱,对吧,我们保险只能报2万,对不对? 那好,你需要有其他诉求,没问题,可以,对不对?那你来找我们来协商,你现在钱都没花完,都没有治疗好,对吧,你后续,比如说现在今天2万,你要2万,我答应给你了,对不对? 那你后续还要再花钱,你还得来找我,对不对?是这个意思吧?我们要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,那最好的方式呢,就是等他治疗结束之后,我们来协商,对不对? 协商不成,对不对?那咱们还有法院来判。 王女士表示,目前所有治疗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,除了医疗费用之外,他还有务工费,交通费,护理费等方面的诉求。 乔波冰雪世界的陈经理建议,等治疗完全结束之后,再来协商,如果最终达不成一致,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。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 很快就是无意假期了,想去体验风险相对较高的运动项目的朋友,一定记得安全防护。